在关心供电的问题引发了企业界的担心 频频喊话政府考虑核电 过去呢抱持着反核立场的核硕董事长佟子贤 也公开表态支持核电厂研议 而对此监察委员将会对核电厂耐震的能力展开调查 另外传出核电厂研议如果朝野达成共识的话 台电倾向一言就是20年的时间 这比较符合经济效益 但目前台电否认这样的说法 对核能态度大转弯 核硕董事长佟子贤在提出能源的黄金比例 可考量核能后又抛出支持核电厂研议 传出台电也有配套只要朝野有共识研议 倾向一次就延20年是最具经济效益的方案 台电否认但如今企业界频频喊话核电纳入能源政策 与此同时监察委员对核电厂抗争力展开调查 在日本发生311福岛核灾后 2005年曾对核电厂进行地震危害再评估 发现三个核电厂的地动加速度值 远超过建厂时设计的防证系数 核电厂耐震能力堪忧 因此监委田秋警赵永清蔡崇义再申请自动调查 不过他们过去反核立场鲜明 也被解读反核态度怂动 民进党现在一定是在及时广义 为核能研议来解套 能源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一定是要有社会有共识 以及核能安全的机制 日本三一福岛核在应建不远 国内又才刚经历403花莲大地震 并且余震依然相当频繁 监察委员有这担忧 发展核能需要兼顾安全与经济 如何取得平衡达到社会共识 成为新政府上任后的首要挑战 建议新闻领域之后台报道